新冠疫情的日益严峻 美国基础生活物资的供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今天你有刷到Whole Foods Market的配送时间吗 你有抢到Instacart上的司机吗 Costco Delivery你能买吗 Amazon Fresh为什么突然不能用了 这些突然成为了大家忽然关心的话题 原材料的供给不足以及供应链的缺口 让在家隔离疫情的人们渐渐坐不住了 然而感觉这种物资的匮乏情况才刚刚开始 因为又一个食品加工巨头倒下了 4月12日美国最大的猪肉加工厂之一 Smithfield Foods将关闭其在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的工厂 开放时间直至明星通知 这就意味着无限期的关闭 该工厂是美国最大的猪肉加工厂之一 占美国猪肉产量的4%至5% 它每周供应近1.3亿份食物 或每天供应约1800万份食物 拥有3700名员工 当地卫生官员上周日称 莱拉科他州被确诊出 COVID-19的730人中 有293人在该工厂工作 截止昨日 当地州卫生部在发布会上表示 该工厂有438名员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另有其他107位患者 是因为接触了这些确诊病例工人 而感染了Corona virus 史密斯菲尔德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肯尼斯沙利文针对于其工厂的关闭说道 工厂设施的关闭 加上越来越多的其他蛋白质工厂的关闭 使得我们国家的肉类产品供应链 正接近危险边缘 如果我们的工厂没有运转 就不可能使美国的杂货店保持库存 而这些设施的关闭 也将对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 尤其是我们国家的畜牧养殖业 造成严重甚至灾难性的影响 而实际上这种影响 已经在史密斯菲尔德工厂关闭前 就出现在了很多上游的畜牧业中 美国最大的奶牛厂合作社 美国奶农称 美国奶农每天要侵到 多达370万加仑的牛奶 一个鸡肉加工厂 每周要打碎75万个为了孵化的鸡蛋 因为在疫情前 克里夫兰的奶制品加工厂 每天都会为星巴克生产三次牛奶 约13500加仑 而现在星巴克的订单 减少到了每三天一次 而除了牛奶 新鲜蔬菜因为没有很大的销售需求 也只能被迫掩埋 据悉 一位爱德河州的农民 因无处售卖 只能挖钩掩埋 种植的100万磅的洋葱 与此同时 为美国东海岸大部分地区 提供粮食的南佛罗里达州农场 也派出拖拉机穿过田地 把豆子卷心菜 和其他成熟的蔬菜 重新迪回地理 3月31日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 和世界贸易组织 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各国在采取措施 遏制疫情的同时 应最大限度的减少 疫情对粮食供应链的冲击 防止这场公共卫生危机 引发粮食危机 然而从3月24日开始 越南停止向外出口 出售任何种类的大米 疑似保障国内粮食的供应 随后 埃及贸易部长对外宣布 停止出口该国 豆类农产品 直至三个月后 一些产粮大国也开始行动 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俄罗斯 宣布谷物出口暂停时间 又限制谷物出口的总量 最大的小麦出口国 哈萨克斯坦 也停止向国外出口小麦 土豆等11种农产品 作为农业大国 和最大粮食出口国 美国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 但人工问题 一直是美国农业和制造业最大的束缚 曾经好用的线上订购渠道 也纷纷半瘫痪状态 但是尽管如此 小编还是找到了一些独特的时间段 让大家可以足不出户买买买 同货大厂Costco 大家不妨试试每晚12点左右下单 小编在周一和周四晚上 都曾幸运地刷到10天之后的配送时间段 超市贵族 Whole Foods Market 据说周日晚上会放出配送时间 大家留个心哦 并且注意要上Whole Foods官网下单 而并非Amazon内嵌的Whole Foods页面 因为Amazon已经关闭了Whole Foods的Deliver Service 至于蛋白神器Instacart 大家也可以碰碰运气 因为它的时间段很随机 小编的朋友曾经幸运地刷到了两天后的配送时间 还有一些local的小型配送公司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华人配送公司Trobus We 这些都与当地的中超友合作 并且配送人员充沛 基本上都能做到当天下单 当天送打 此刻反倒成为了最佳的选择